9点关天下 邀请到前国安会副秘书长 台大政治系杨永明教授 为您畅谈天下事 杨老师好 伯仲 各位听众 大家早安 既然说要关心台湾的生存利益 今天我们就从总统蔡英文 她的对日喊话谈起 蔡总统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 对日本呼吁 台湾希望能够和日方进行安保 以及鸭客攻击这些相关事物的对话 共享中共解放军动向的讯息 不过两天之后却传出 日本外务省对中方媒体回应 不考虑和台湾举行安保对话 这让台湾很多媒体都吓了 蔡总统提安保建议 遭日方打脸像这样的标题 对此日本政府高层的正式回应 竟然是在六天之后才出炉 外相河野太郎和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 他们相继把台日之间的关系 重申属于一贯维持非政府间的事物关系 因此首先我想请教杨老师 依照您对于日本政界惯用语汇的了解 这样的回复呢 到底算不算是打脸或是回绝 这是一个其实先由官僚 日本的外务省这边 面对中国大陆的媒体 以及台湾的媒体询问之后呢 其实是比较立即强硬的 就是说不会跟台湾进行直接安保对话 对 的回应之后 大概隔了四天 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六天 那再由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 有点像是我们这个 行政院秘书长 这个更高层级 那这个总统府秘书长 甚至像是这个 等于是总统身边最重要的 就是总理身边最重要的人 以及他的外务大臣 何也太郎 直接就回复同样的讯息 就是 稍微就是 不直接面对会不会举办 而是说台人之间就是一个实质关系 那以这个为基础 做一些这个窃室的这种所谓的回应 对 或者是发展 那窃室当然就是以这个为基础 在实质的关系上 我们看台湾跟日本之间呢 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七二体制 哦 七二体制 七二体制 是 那其实也很简单 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 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 跟这个北京建交 是 那断交之后呢 其实日本一直到现在维持 维持跟台湾的这种互动的模式 我们把它叫做七二体制 因为那就是1972年 它所定立下来 跟台湾 那就是他们所讲的 维持实质的关系 是 不进行政治外交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互动 那实质的关系就停留在 就是经济 文化 社会 这样层面的这种 就是交往 所以早期的时候 这个一直到前一两年 日本在台湾的叫做交流协会 对 交流协会 你就听了你就知道 其实它只是在做交流的 那我们驻日本的 这叫做亚东关系协会 这个早期还 有一些被批判 就是亚东关系 那亚东其实不止日本 韩国啊 所以事实上 大家都很刻意的去避免 的就是任何有那种 政治上的那种联想 对 的这种机构 但是当然 在交流协会 亚东关系协会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双方 的这些外务省 外交部的这些 或者是相关政府部门的 这些官员 那也有当然 就是这个非官员的 这些这个工作人员 那所代表的 其实某个程度 也有一点像是实质关系 也就是跟我们 跟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没有官方的 这种称呼名称 但是呢 不会进行正式的 帮这种外交 政治上的往来 可是 所有这种 就是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互动 都是用这样一个白手套 所以我们就把 称呼的白手套 那现在亚东关系 叫做台湾日本这个协会 那这个交流协会呢 叫日本台湾协会 都改名了 都改名了 所以稍微有一点 这个就是 不是那么的避讳 但是基本上 还是维持实质的 这样一个互动 因为日本 不承认中华民国 而且在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呢 也是认知到 就是北京政府所主张的 一个中国原则 那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外交上的原则 因此在日本当中啊 主导外交政策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官僚 在做最主要的主导 也就是外务省的中国客 那后来呢 这整个总理官邸 以及政党这个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呢 开始就是不断的升高 可是基本上还是这样子一种 就是以官僚作为主要主导的力量 所以日本跟我们台湾之间 讲句实在话 其实真正在政府对政府啊 之间的这个互动 都是其实蛮频繁的 但都是必须要以白手套的 这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 我们因为日本是个内阁制的国家 对 所以他的总理到他的这个大臣 副大臣啊 甚至政务官 基本上很多都是 这个国会议员 那有的时候 他的这个总理啊 这个首相 其实更替的很快 那首相更替的快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会 这个今年做某一个这个大臣 明年又做哪个大臣 或者是这个又下来 所以这种更替很快的情况之下 经常会有一些 我们在台湾不太了解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觉得 因为这个大臣议员 某种程度代表日本政府啊 那讲的话 应该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 或立场 那可是实际上 因为他是内阁制 然后所有的这些大臣 副大臣都是由国会议员来担任 可是实际上政策的延续性啊 是一直由他的官僚所主导 那即使这些议员 当上了这个大臣之后 他当然也都知道这个氛围 以及这个分纪 那应该讲话作为等等之类 可是日本的的确确就是说 在他的自民党里面 那日本的自民党 从1955年执政了 一直到93年94年 才第一次下台 后来回来之后 又有一次这个下台之后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 算是一直以来主要的 长期执政的这个执政党 那这个执政党呢 自民党其实有很强大的 这种比较保守 又请的这个议员的团体 非常大 那现在安倍本身 他也是类似属于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成员 当然自民党里面也有很务实 然后也蛮我们认为说 所谓甚至亲中的 也有 但是并不是这么明显 那现在日本的反对党 反对党应该叫什么名字 应该叫民主立宪党 以及这个日本有个民进党 但几乎已经快消失了 那这个事实上比较弱 相较于这个过去十年 比较弱 所以在比较就是明显的 这种保守又请 甚至有一点带有反中反韩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自民党里面蛮大的一个团体的 这种议员团体 那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又特别的好 那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呢 其实都还是以这样子的 议员的这种团体 比如不管是日华 肯谈会或者是日民党的这个青年团 或者是他们主要的一些 这个派系里面的 跟台湾的互动都不错 我们会经常认为说 他们讲的话 好像代表的日本的政府 因为他好像这个 才从大臣下来 或者是你看他可能会 接下来会做大臣 或者是 这个大臣你有时候跑到 他的国会的议员 众议员或参议员的会馆里面 他都可以用议员的身份给你见面 商重身份 那你会觉得说 这种也许是一种错乱吧 我认为说 其实日本这方面的讯息蛮强烈的 但实际上 他的外交跟政府的政策 是跟中国建交 跟台湾是维持实质关系 这个从1972年到现在 是没有变的 你更不要说 安全军事的议题 因为这个是 这个当然更敏感 你光是外交 或者是政治层面的 其实他都是非常的避讳 非常的避讳 那这个避讳一方面是 这是他自己本身的外交政策 第二个是 这是他的国家利益 那第三个呢 是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互动 对他来讲 那当然对亚洲而言 最主要他的这个 就是互动的国家 邦教国的双边关系 就是中日关系 那这一段时间中日关系 其实是在快速的改善中 尤其是新的一年 对不对 听说是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的关键年 所以好像日本内阁也很难去触犯这个 这个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 根本不可能 因为一直以来 其实不会有人去故意触犯这个东西 对 那我们以前即使是在马政府期间 跟日本之间的互动 也非常清楚 他的这个底线 以及他的这个分级 那你如果故意去挑战 或者是挑衅他这个底线 私底下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一次两次 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有困难的 但是你跟日本这些互动是 如果你明知道对方的底线 你不断的去就是说 甚至你去碰触的话 他会觉得其实你你你不尊重他 是 因为你清楚知道那个底线是什么 在在在何处 如果你公开的这样做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等于根本就是跟他交恶了 所以现在这一次的这个蔡总统这个说法 他是要求直接安保对话 那直接安保对话 也就是说是要官方对官方的嘛 那我是觉得两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台湾跟日本之间有很多对话的 或者是说有这种沟通的管道 你如果你要在产经新闻访问的时候 要讲这段话 有没有事先告知日本 这个重要 还是说这个议题对蔡政府而言 一直都是很重要 我要跟日本建立直接的官方的 这个安全或军事对话管道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或者是机制 像是日本目前有跟美国 英国 还有澳洲 有这种2加2的安保对话 那2加2就是外交部长加这个国防部长 那也只有跟这三国 他跟其他国家 你像是纽西兰啊 加拿大 也都还没有 印度他想要做 但也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动起来 也只有跟美国 英国跟澳洲 而且都还要有一个外交部长 所以如果说蔡英文总统 想要是这个东西的话 那基本上其实他一直 应该要当然想 想当然他一定透过一些管道 跟日本表达说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日本会告诉你 觉得说我们没有邦交关系 第一点不太可能做直接的这种官方对官方的 第二个是安保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安保对话的目的是要真正实质的去建立彼此的互信 然后呢 在也许情报这个战略 或者是这个政策上的这种沟通 互通这种讯息 然后让真正发生危机的时候 然后彼此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危机的这种因素 能够使得对方能够有效的采取适当的这个反应 就比如说两岸之间 如果今天军机这个插撞了 我们敲敲桌子 这个假设的 军机如果插撞了 然后突然变成这个双方在这个空战 发生过几波的这个交手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日本怎么反映这个东西 美国怎么反映这个东西 如果过去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安保对话的管道 他可能不一定需要直接官方跟官方 他其实是可以二轨 二轨就是非官方 或者是一点无轨 有那种准官方的人 比如有一些官员 他可能在民间的智库啊 或者是官方的智库机构里面工作 但他实际上不负责政策的 那这样子的一些安保的对话 其实过去在从这个这个台日之间 尤其是二轨的 我自己在20年前都举办过类似的这样子的安保对话 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实质的安保对话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足够 一定要为什么要跳到台面上来 然后呢 要整个违反现在日本的政策的 然后这个做这种官方跟官方的 这个时候如果蔡政府有跟日本不断的表达这个东西 日本一定很清楚告知他 这个是爱这个自爱难行 然后呢 他要透过产经新闻的访问 讲这段话 前一个礼拜一个月 有没有告知日本说 我在接受产经新闻访问的时候 我会讲这段话哦 是 因为这个会让日本政府很难堪的嘛 因为日本一定要回应嘛 对不对 而且很清楚知道日本的回应一定会是 官员会说这怎么可能 除非要跟中国断交了 对不对 那你逼我的逼的我一定要讲说我不可能跟你做 直接的这个安保对话 那其实也让你自己这个这个在你国内 以及在国际上觉得说你对国际情势 你对台日关系 你对现在的中日关系 你掌握不明确嘛 你根本就是判断错误嘛 那那也逼得这些高层的官员会 要面对媒体的时候呢 当然也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选民啊 他选民一定很多说 你应该跟台湾自己安保对话 对 那一般选民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这种外交的这种复杂性 那所以呢 他就必须要很很奇怪的 很很曖脈的 去回答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说维持十字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适切的这个反应 那有人 就在台湾呢 就有人就是说 甚至都会解读 民进党这方面都会解读 你看 哎 只要不跟台湾建交 什么都可以了 是 这种解读方式都会出现 而这当然是不了解日本 跟不了解日本的语汇的 这种情况人所做的 那这个东西当然 你就造成 我们要质疑 你在接受日本的媒体 外国媒体的时候 你抛出一个这么重大的 一个讯息 事先有没有跟对方政府 告知或沟通 对 那如果对方政府觉得可行 你抛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双方再接下来 这个球 看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复制实施 以前我们要做 东海和平倡议的时候 我也是透过一些媒体 开始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呢 东京方面 华盛顿方面 甚至北京方面 第一时间觉得 这是个好 没有太多的反应 对 因为他要看看 大概国内 以及国际的反应 后来发觉 这是个好东西 大家就把这个球 接下来 日本方面 马上就说 这是个好的主张 只要维持和平 我们都愿意 所以因此 后来才能够 在这个基础之上 签了18年来 谈判 是7次都没有办法成功的 台日渔业协议 对 所以 也就是说 其实在处理外交上 在处理这个安全事务上 有他很微妙 有对方的立场 以及有相互的这个沟通互动 当然你要考虑到国内的这个 以及国际的媒体效应 如果你纯粹只是 寒爽的 为了想说 告知台湾人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之下 我们希望跟日本 日本也同样遭受中国大陆的威胁 什么威胁 也许是钓鱼台 或者是东海 对 然后呢 我们应该直接进行安保对话 来施好 怎么抗拒中国的这个武力侵犯 哇 是 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 那你要日本人跟你一起反中 跟解放军打仗了 那这个东西 其实对日本而言 好像不对吧 对 我们安倍去年10月的时候 才去中国大陆 然后今年6月 在大阪的集团里 他们很努力的希望 请习近平能够这个造访 这个大阪 因为现在的中日关系 又回到正轨了 川普又是一个不确定的 这个因素 这个总统不断的在改变政策 在川金会跟金正恩的 这个第二次在越南的 这个会谈破局之后 北韩又变成一个 这个就是不稳定的 核武上的威胁 日本遭受来自于不确定的川普 然后呢 又继续可能 是安全威胁的这个金正恩 然后呢 跟韩国之间 因为这个很多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期的 这个征用功啊 未安復的问题 关系也不好 当然跟中国大陆 现在变得很重要 是 然后突然你蔡英文跳出来 说要跟我直接安保对话 习近平跟王毅就看着你了 没有错 你怎么讲话 你怎么回应 你如果说 我们愿意思考这样的东西 那中日关系不要玩了 是 没有错 好 那么杨老师对这个问题啊 分析真的是非常鞭辟入理 不愧是个 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日本 政坛非常了解的学者啊 不过 我剩下一点点篇幅 我还想来请教老师 另一个议题啊 就是 这一阵子我们知道 国内各界呢 正为了是否要向美方提出 F16V战机的采购计划 闹得沸沸扬扬啊 其中特别有关采购价格 以及是否涉及蔡总统 防美门票 或是连任挂钩这些议题 那么 其实上个星期呢 我已经从军事防卫的角度 探讨过这项 可能会提出的军购计划 不过我也想请杨老师呢 是不是也能够从 国际关系学者的眼界来看看 这笔军购 那么背后是不是还涉及一些 非军事层面的遗憾 先从军事层面来看啊 我们 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 就是国防部所提的一个诉求 也就是这个真的是 要去弥补我们在台海之间 这个空军这个战力的这种强化 那希望能够去维持 至少在台海战区 至少滞空这个层面的这种优势 那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拥有的F16AB 那在马政府时候呢 已经把这124架提升到V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它不同的层 不同的这个代号 代表的不同层级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最希望的是能够升级到F16CD 那这个东西升级的话 其实是从雷达火讯 火药啊 以及这个 甚至这个发动机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终于做一些这个 等于是强化 或者是这个改版 那可是呢 另外美国有一个叫做F35 不过F35 其实可能是更好的飞机 是没错 但是呢 它可能要更长时间 来真正的从英 现在英国是拥有 日本也也也开始拥有 那开始 因为你知道美国 当它发展出 比较精密的战机的时候呢 其实是慢慢的跟盟国之间 那这个同心员呢 它会牵从最亲近 通常大概都是英国 欧盟 那欧盟可能只限于少数国家 然后日本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慢慢的也许到 沙古丁 阿拉伯 南韩 这些都甚至跟美国 签有这个军事同盟 跟驻军的地方 然后再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F35 大概我们是 采购的可能性 应该是不高的 所以那但是这个时间点 提出66下F16V的这种采购 然后目前应该是可能将近2500亿 将来用特别预算的这个方式 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 当然也有它政治上的 这个意涵和考量 任何军事的采购 其实当然有人说是买门票 有人说是买保障 有人说是就是强化台海的 这个安全跟空优 制空的能力 我觉得大概以军事的考量为主 中间一定都还有一些 政治外交上的银行吧 对 好 那么以上就是每周一 为您准备的杨永明时间 九点关天下 今天我们聚焦在台日关系 那么探讨近来 由总统蔡英文 向日本政府喊话 呼吁台日针对中国威胁 要进行安保 和网络骇客防止的对话 非常感谢杨永明教授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论述和解读 谢谢杨老师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